一人强强自出道以来凭借豪爽开放的作风 吸引不少粉丝追随 日前强强拍摄影片透露 自己16岁时接到了综艺节目 《我爱黑社会的邀约》 他胆言自己一开视频不想参与 除了没兴趣之外 也觉得节目里的女生都很笨 直言那是一个丢脸的节目 所以婉拒了节目组很多次 没想到节目组还是不死 最后承诺只是要她来凑人数 不会把她选进班底 强强才勉强答应 当时的她没有一名 所以节目组要求她取一个 本名林嘉玲的她 本来一想叫等于林 结果因为太奇葩而被驳回 最后坐在她前面的女生 正好在听Ella为了纪念 爱权强强而写的歌 强强之歌 于是便建议她用强强这个名字 她原以为这个名字只会用一次 所以很随意的抱上去了 没想到她最终成为了班底 这名字也就跟了她16年 一直用到现在 中文字幕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